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正常打赏打赏突然之间墨线会偏掉 这两种都是如果我们拼头没有摔过的话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喷嘴可以堵掉了 正常的话就是我们先洗一下喷嘴 先不要拆喷嘴 然后拿着清衣液 拿着清衣液对着我们这个喷嘴 然后喷点清衣液 喷点清衣液之后我们再正常开机 我们再正常开机 试试 如果不行 如果还都不行 那我们就需要把喷嘴给拆掉 因为它因为洗脱力在32003300这个机器 它洗脱力机械它都没有喷嘴清洗功能 不带喷嘴清洗功能 不再说我们只用把喷嘴给拆掉 然后拆掉之后放在焦虫包里面 焦虫包里面放点清洗液 把喷嘴放到里面去 然后让真正弄完 然后焦虫包里面 焦个几百秒 连续焦几次 然后试试 然后呢 这种我们拆配的的话 我们要注意 肯定要拆侧面的两颗螺丝 侧面的两颗螺丝 这颗螺丝 还有这颗螺丝 我们都要拆掉 然后我们这个白模块 这个白模块 这个拼枪 就可以往上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然后上拼嘴的两颗螺丝 我们就可以把它拆掉 拆掉之后 拼嘴就可以拿掉 拿掉的时候 然后放在焦虫包里面 放在焦虫包里面 焦虫包里面 放点清洗剂 然后把拼嘴放到里面 然后震动 震动物体 几百秒钟 几百秒钟 五六百秒钟 然后震动了之后 然后停 停几分钟 然后再来一次 再震动 然后再停几分钟 然后再震动 然后再震动 连续震动几次 然后我们再把拼嘴给它 上涨 上涨之后 然后把螺丝给它 上涨 因为我们这个螺丝 给拆掉了 所以说 我们拼嘴 我们这个墨线位置 肯定会有变化 还要需要我们重新调 这个就需要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松这个螺丝 然后调这个螺丝 调墨线的前后 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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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收这颗螺丝 收这颗螺丝 然后我们调这颗螺丝 调到下面这个螺丝 这个椅子螺丝 这个椅子螺丝 调这个螺丝 会甩 然后导致墨线也会甩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它调到我们这个 火鲁桃的正确位置 火鲁桃正确位置 这火鲁桃如果 如果火鲁桃 我们看一下 底下 如果这个 如果我们这样 这个小圆呢 这个火鲁桃的话 火鲁桃的话 我们墨线位置 应该都在这个位置 应该都在这个位置 应该在这个位置 不能在中间 墨线不能在中间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就这样看的话 是超保天的 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 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 它是在火鲁桃的中间的 火鲁桃的中间的 就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把它调好之后 然后 然后就可以 嗯 运软了 然后运软一段时间 我们再看看 嗯 尾不尾定 如果尾定的话 说明能力已经那么高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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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嘴 披嘴堵的话 墨线偏的话 就是我们常见的回收故障 啊 常见的回收故障 再怎么处理 好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充电故障 充电故障 充电故障 充电故障呢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 参数 参数 就是说 我们粘度 粘度对不对 粘度对不对 是不是显示OK 粘度对不对 不能太稀 也不能太粘 太高 啊 如果粘度不对的话 我们要把粘度 调一下 如果要是墨水粘度很稀 那我们不用把它让它自动一软 一软的一天 有可能粘度就会上来 如果粘度 或者是你如果想太的话 我们直接 往墨水缸里面 添加新的墨水 嗯 如果粘度很高 那我们就让它运转 自己运转啊 自动运转的话 它会 容器会自动活到墨水 墨水箱里面 然后让它混合它的 混合粘度 像粘度一样 这个是 这个 然后 然后 这个粘度看是不是正常 这个粘度如果正常 如果充电还是不行 还不好 我们看分裂 我们放大镜 看我们这边 通过充电头 我们看一下 这点分裂怎么样 这个点 如果要的一个点 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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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非常圆的点 你看到 那如果要的点飞的不好 就是点和点 都没有 在一条线上 上面有点一个点 这个线没有分开 就说明我们点 飞的不好 我们点飞的不好 我们要调 我们要调节墨链 墨链 墨链的话 我们就要调这个 调制电压 调制电压 我们可以调高一些 然后我们再用放大镜 看 看我们这个墨链飞链 如果墨链飞链 直到我们看的墨链飞链非常好 然后我们 保平这个值 然后呢 我们再 让它预定 再预定 看这个锦 还会被爆 还会被爆 充电压 那如果黏链飞链也正常 然后 墨链飞链也好 那我们就要考虑 我们这个充电机 是不是有问题了 如果打的还不好 我们充电槽 我们这个充电槽 我们要更换这个充电槽 更换这个充电槽 那么要考虑 更换这个充电槽 我们这个充电槽 我们这个 如果要换的话 比较麻烦一点 需要把背面两个螺丝拆掉 背面两个螺丝拆掉之后 然后我们这个整体 就可以拔出来 拔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这边 接到我们这个 下面放弹器 然后它这个整体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再 把它 把这个 一块把它拆掉 这线就注意 这线怎么接的 这线怎么接的 原来是怎么接的 还是怎么接啊 还怎么接 不要麻烦 不要麻烦 然后我们拆下来 拆下来就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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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头呢 这头然后连接到 下面放垃圾这边 连接到这边 下面放垃圾这边 然后我们这个螺丝 先不要紧那么狠 不要紧那么狠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佩蕾大致的位置 然后我们先对好位置 对好位置 然后我们佩蕾换了 我们佩蕾这边都没动了 背头这边都没对了 然后摄了条线之后 然后我们要保证我们这摄的这个木线 要在这个充电槽的中间 它就通过它中间穿上去 如果不在中间的话 我们要调节 这两个螺丝稍微松一点 然后我们要调节 直到这个木线 一定要从这个中间穿上去 好还有一个高压固杖 我们高压固杖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喷农盖打开 喷农盖打开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高压固杖板上 是不是很脏 如果很脏的话 我们用轻益把它洗得 看干净净 然后把它吹干 把这块吹得干干净净 非常有保存干燥 一个是非常干净 一个非常干燥 然后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然后我们再开机 一般的话就会好 就是高压固杖 还有就是说 我没打字不好 打字不好 打字不好 就是说我没打一行字 它出来一半 或者两个字 就出来一行字 就刮墨 然后我们把喷农盖打开之后 然后我们看喷农槽这边会刮墨 喷农槽这边会 会积墨 然后我们把喷农槽这边洗干净过之后 然后再开机 再打 再开机 再打 它又能打一会 打一段时间 这边又会积墨 就打得又不好 这样的话我们要检查我们的墨线位置会正确 墨线位置正确 墨线位置正确 如果墨线位置正确 墨线位置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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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有光电感应的话,它不打印,首先我们看一下高压有没有开, 比如说我们这个电灯盖有没有叫好,我们电灯盖把它盖好,有个闪电的标志,上面我们电灯盖就盖好了,高压已经启动了。 如果这个框块里面没有显示这个雷电的闪电的标志,那我们不打印的话就正常了,那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的电灯盖好。 电灯盖,我们的电灯盖好。 我们如果要是,我们如果又打印一次,它会打印。 如果我们用光电感应的话,它不打印的话,那我们要考虑。 因为我们用在这边它打印的话,说明我们主板就好了。 如果我们用光电它不打印的话,那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你光电已经坏掉了,那我们就要把光电换一下。 如果我们打印一次,如果它都不打印的话,那说明我们主板有问题。 说明我们主板就有问题了。 我们可能要更换一个主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